OK我们来讨论22.6的这个反函数的练习 那反函数的做法呢 其实有两个的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是直接设Y等于2X减7 然后呢移到X等于到Y 那这个Y的那个就是换成X 就是你的那个反函数 然后那个做法看我比较不是很喜欢 因为看起来好像没有解释到为什么可以这样 所以比较喜欢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们设成反函数等于Y 然后我们就有FY等于X FY等于X嘛这个FY就是2Y减7 然后我们移向移到Y等于X 就会得到加7除以2 所以Y加7除以2 X加7除以2就会等于Y嘛 Y是什么?Y是反函数X 所以反函数X等于X加7除以2 对这个做法我是比较觉得是可以解释到 比较能够看到它的整个的变化等等的 OK 所以我们用回这个方法 设Y等于反函数X GY等于X 而这一边呢 就会得到Y减2分之1 两个对调就会得到X分之1 然后呢减2拉过去加2 所以Y就会是等于X分之1加2 当然你要通分的话呢 就会得到X加1除以X 这个就是你的G 你要用回它的 它是GX 那你就G的反函数X等于X分之2X加1 OK 那这个当然它要有条件 就是说你的X不可以等于0 我们的分5不能等于0 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定义 那这一边X应该是没有什么规定 OK 所以只有这个 当你的X数现在分5 你就要注意了 你的分5不能等于0 这个也是算是讲清楚它的定义 再来再提原本X不等于2嘛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找反函数F 我们设Y等于反函数H HY等于X 那这个放Y的话呢 就2Y减5除以Y减2 那你要整理成Y等于多少X OK 那怎么做呢 你就分5乘过去 分5乘过去就会得到 怎么样 看起来 我不晓得发生什么 Y XY减2X 然后呢它对调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要对调 2Y 对调的话呢 就会得到 也很奇怪啊 OK 我在这里遵送过啊 所以它应该是2Y减5 等于XY减2X 然后呢 有X的放一边 有 有什么呢 有Y的就放一边 有Y的放一边 这个XY拉过来就减XY 这个5拉过去就加5 所以我终于懂 这个怎样来的 过后呢 把Y提出来 就会得到2-X 2-X拉过去对面呢 放分5 你就会得到5-2X 除以2-X 当你要 分子乘一个负 分5乘一个负 得到2X-5 除以X-2 也可以 这两个呈现法呢 都可以 但是你要注意 你的X不可以等于2 X不可以等于2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法行数 X-1次方 等于这个 你可以这样子写 或者这样子写 两个写法应该都可以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 Alright 在这里 这一题 K的负义次方 X 4乘Y 所以 KY就会等于X 而KY就是3Y 除以Y-4 然后呢 要怎样整理呢 分5乘过去 XY-4X 等于3Y 有Y的放一边 没Y的放另外一边 所以 XY-3Y等于4X Y抽出来 剩下X-3 X-3 丢过去呢 就放分5 所以你的这个 K的 负义次方 就是K的反而处 记得挂固X 反而负义不需要挂固 老实说 那个负义不用挂固 就会得到4X除以X-3 然后要注意分5不能等于0 X就不能等于3 OK 大概是这样子 好嘞 那第二题 这一题呢 它给了 它有A跟B 但是它给了两个条件 就是F5等于8 F9等于10 所以如果我丢这两个条件进去的话 也是说X带5进去 就会得到5A加B分之160 就会等于8 那你可以越减 越减8等于20 乘过去 就会得到 我个人如果是我做的话 我会写成5A加B乘过去等于20 这个是第一个方形式 OK 我会这样子做 然后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带9进去跟10 就会得到10又可以越 就会得到9A加B 就会等于16 这是第二个方程 过后呢 2-1 9A-5A等于4A 16-20等于-4 A就会等于-1 这个很乖 但是Izac的做法呢 它是整理成A的模式 这里也是一样整理成A的模式 然后两个相等解出B来 B就会是25 那我的做法呢 是用加减效员找到A 是等于-1的之后 你再带回进去1号 -5的过去加5 20加5等于25 B就会等于25 所以这题A等于-1 B是等于25 而我的做法呢 是我会比较习惯用 价钱效率 然后呢 还要找F的-1 16 那这种情形 很多同学就会去做那个反合数 那事实上来讲 他不需要做反合数 为什么? 你只要设成这个东西设成Y FY等于16 也就是说我把 我把这一边 就设成了 因为A是-1 所以是-Y加25 分之160 就会等于16 而16可以月掉等于10 然后呢 乘过去 20-10 就会等于15 你们就会算到 不说你这里是Y 对面会变X OK 应该是Y等于15 不过最后你的答案 就会找到45 所以说这个做法 就不需要去找反合数了 不过你整个的做法 其实也是反合数的做法来的 所以也就是说你分之 可以 不需要找到反合数再带进去 而是直接用这个16 来作为你的反合数的一个 一个东西 然后呢 直接带进去 就会更快一点 再来看看第三题 一样的情况 A跟B 如果你带3-1 还有这个-93的话 你觉得3A 3加B分之A等于-1 还有-9加B分之A等于3 那你乘过去啊 就会得到A是等于-3-B 拉过来 就会得到A加B等于-3 而这一个的话呢 就会得到-27加3B 拉过来A-3B等于-27 过后呢 你就可以做加减校园 1号-2号 B加3B等于-4B -3加27 就会等于24 24除以4 就会得到B等于6 然后B找到6的之后呢 A加B等于-3 拉过去6 拉过去-6 -3-6得到-9 A就会找到-9 所以也就是说 我的A是-9 我的B是6 OK A是-9 B是6 这个就是我的fx 那我要找反函数 因为他讲说 fx等于反函数 他要找x出来 所以这个找反函数的话 反函数 fy等于x alright 然后呢 两个对调 加6 拉过去-6 这个就是你的反函数 好 反函数是-x分之9 减6 而这个等于fx的话 我进行通分 再除以-3 除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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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得到3加2x 除以x 等于这个3 除以x加6 过后再交叉成 得到3x 等于2x平方 加12x 加3x 等于加15x 6 3 18 所以3x拉过来减 得到12 2x平方 加12x 加18 等于0 除以2 除以2 得到x平方 加6x 加9 等于0 而这个刚好又是x加3的完全平方 所以x就会等于-3 ok 所以找到了x等于-3 大概是这样子 位置有限 所以有点几 ok 第四题 要找反函数 我们先设 当然我刚才 我这一边做法是y 当然你不要的话 你还是用回那个 负 等于y gy 等于x的情形 你就可以找到 你就可以找到什么呢 6-y 6除以y-3 等于x 拉过去 加3 对调 就会得到 y等于6除以x加3 所以你的反函数呢 就会是6除以x加3 反函数6除以x加3等于x-2的话 分母x加3乘过去就会得到x平方-2x加3x-6 全部拉去同一边 全部拉去同一边x平方加x-12 因式分解x加4x-3加4-3等于1 所以x就等于-4或者是3 就找到了 ok 这里就找到了x的字 再来看一下第五题 还要找a跟b 但是 a跟b它给你2接 就是我进行ff做两次 会等于4x加12 4x加12 那如果我照用这个的做法的话 它应该是a ax加b带进去这个x的位置 也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我们展开的话 它应该是a平方x加上ab加b 就会等于4x加12 那这个a平方我们比较细数的话 a平方等于4 a就会是等于正负2的 对不对 a是等于正负2 当然这边还有写到说a是要大于0的 那我们就只是选正的 就是正2 那如果是正2的话 我就会得到2b加b等于12 因为是3b等于12 b就是等于4 那我们就找到a跟b的字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a的部分 要找反函数 我们先看函数吧 函数就是a带进去2x加4了 那我的反函数 其实我也不太需要 刚才那句话 因为它反函数 找一个数字的话 我只要是称y fy等于3 我把带进去2y加4等于3 我就可以找到2y 是等于1y 就会是等于2分之1 找到的 所以我不需要去找 那个反函数 来然后才带 我可以直接的用这个 反函数的整理方式 把这个3给带进去 就可以找到答案 Alright 第六题 fx跟gx 他要找f的反函数 我们做久了 知道说这个如果是y 这个拉过去 加2除以3 x加2除以3 我们就找到f的反函数 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 ok 因为它要乘过去 这个是gy等于x 这个做法了 然后 这个好像不是很规论 应该是gy等于y 除以y加4 4等于x 所以它应该乘过来 应该是y等于xy加4x 有x的放一边 有要整理层 要乘几层y 对不对 所以就是y-xy等于4x y抽出来1-x 所以4x 所以y等于4x 除以1-x 那我的这一个跟你的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只要把负乘去下面 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不过你还要写一下就是x不可以等于 ok这个条件呢 寻入要写一下 所以我们要找这两个反函数 这个是先把这个反函数 带进去这边 好 好 那它的 它的版位可能会需要 比较多位置 有 我看一下 我用另外一个来写 没有关系 因为位置能够好 我加了一点 ok 这一边 ok so 我们的f1-x 超一下 它是x加2-3 我的g-1-x 也超一下 我用我的 4x-1-x 所以我要找这个f-1 g-1的话 那应该是要把这个丢进来 这个x的位置 也就是4x 除以1-x 加2除以3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它进行分子先进行同分 加2-2x 除以1-x 然后呢 把3乘上去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呢 它是 4x-2x 2x 2x 加2 除以3-3x ok 这样这个x呢 不可以等于1 这个x不可以等于1 我先做哪一个呢 我先做g 这一个 我先做这个f的选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把负义乘进去的话呢 应该会对调 所以这两个结果应该是相同的 ok 所以我先做这个 g 我先把gof gof呢 就是把fx丢进来 所以也就是3x-2 3x-2加4 所以是加2 对吧 好 然后呢 再进行反弹数 所以我们的3y-2除以3y加2等于x 我们要整理一下 它就会得到3y-2等于3xy加2x 有y的放一边啦 3y-3xy等于2加2x 把y抽出来 就会得到3-3x 拉过去除 ok 拉过去除 你就会得到2加2x除以3-3x 应该是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我们的C跟 我们的C跟F是一样的啦 这个是它主要要秀给大家看的 等一下没有问题 这样 对 这个还需要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D跟E 我们要做D跟E ok 然后呢D跟E的结果应该也是一样的了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看D D的话 我们先看D 我们把这个丢进来这个x的位置 我们就有G1OF1X 等于多少呢 4x加2除以3 ok E-G x加2除以3 大概是这样 ok 当然进行通分 我们就会有4x加8 除以3 进行通分 3-x-2 除以3 这个除以3 除以3呢去掉 最后呢是得到4x加8 除以3-2是等于1 1-x 所以这里x不能等于一样的情形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再比较下1 比较下1 我们先找Gof F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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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把这个丢进来 所以3乘上x除以x加4 再-2 当然要进行通分 就是3x-2x-8 除以x加4 就会有x-8 除以x加4 过后再看进行法案数 y-8除以y加4 等于x x 我们对调价 y-8 等于xy 加4x 有y的方便 就会得到y-xy 等于8加4x y抽出来1-x 拉过去除 你就会得到y是等于8加4x 除以1-x 一样的 好 一样的 OK 所以第六题会比较反胃 比较不够用的 因为它 它有6个东西要做 其中C跟F是一样的 D跟D是一样的 好 所以它其实是要 show你这个东西的 好 所以我们大概是这样的 好 第七题 要找反函数 反函数我看一下 我们设反函数为y Fy就会等于x y-1 对 不能直接拉过去加 所以首先你要先把它对调一下 应该是x分之1等于y-2 这个拉过去呢 y就会是等于x分之1加2 所以你的反函数 F-1x应该是x分之1加2 或者你要同分变成1加2x除以2也行 好 那这个图形呢 如果你画在同一个桌标的话 这个是x分之1 里面-2 原本x分之1是这样子 里面-2的话呢 它就会 往左还是往右啊 往右两个 对吧 往右两个 对吧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1除以x2 那另外一个呢 这个x1加2呢 就会往上移两个了 往上移两个 所以它就会长整个样子 OK 长这个样子 往上移两个 在这边 然后呢 你看它怎么特点呢 如果你是以画这个 y等于x的这条线 你会看到蓝线跟红线呢 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mirror image 它是以这个y等于x的这条线 进行反射 进行反射 大概是这个样子 OK so一样的题目 叫你去做反函数 我们这个来做一下反函数 反函数x乘y fy等于x 我们就会有r跟y加4等于x 那我们进行通 应该是进行平方吧 平方的话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x平方 所以这个y 应该是等于x平方 除以4再减4 alright 大概是这样 fdx等于x平方 除以4再减4 OK 它的图像呢 原本的这个 因为它根号 2根号x 里面加4 就会以左 以左四格 大概是这样子 OK 然后呢 这个的话 它会是 它会是 它会是这个样子 它会是这个样子 当然我们要定义 我们这个必须要把另外一半给看掉 不然的话呢 有点怪怪 它反函数 好像变成了更大的一个范围去 所以因为它x要大于等于负4 大于等于负4 大于等于负4 这一段而已 然后呢 它只是打正的 所以反函数应该是 也是只能看一半吧 那是这样的意思 OK 所以两个图 也可以看到 它是对称的 大概是这样 往下移次格 对啊 往下移次格 是一样的情况 OK 好 这个就是我们22.6的部分了